大家午安我們起來關心今天的天氣 今天北部都明顯下了雨 從這個昨天晚上開始就滴滴答答 下個不停 這個最主要就是說這個雲系通過台灣 大概中部以北都有一些明顯的雨勢 現在來看的話 這個水氣慢慢在過去當中 所以明天大概就是 還有一些殘存的水氣 要完全沒有雨比較難 但是大多數的地方 大多數的地方應該在慢慢轉乾當中 我們來看一下 事實上整片的水氣都還在 只不過就是低層 比較容易降雨的水氣是慢慢反而當中 那後面有一點乾冷的空氣開始下來 所以這兩天都要注意一下 低溫 這個今天的低溫蠻明顯的 這個有點濕冷的感覺 像淡水不到12度11點多度 明後天大概還是維持類似這樣的溫度 頂多上下一兩度而已 請大家外出要穿保暖一下 特別是注意年長者 因為這幾天的溫差變化還蠻大的 整個北風降下來 水氣還是有的 未來呢 其實各位可以看 其實 這個呢 冷空氣從這樣沖下來 大概維持兩天 兩天的時間 那接下來呢 會有一些緩和 那在中國南方有一些影響 然後到了20號 等於是禮拜五禮拜六 預期又有一波冷空氣會下來 不過很短 其實這一次呢 重點 未來這一個禮拜重點 還是在日本 各位可以看 日本呢 其實這邊冷空氣直接沖下來 日本呢在最近其實會遇到 蠻大的雪勢的 所以請大家留意一下 那未來呢 這個比較麻煩的是 過年期間 各位可以看 這個是到了 1月29、30的時候 過年期間有機會會遇到一波 比較強的冷空氣 現在來看的話 還有一點分歧 就是說第一個 日本 也定是 蠻大的衝擊影響 如果你旅遊要去日本的話 要特別注意 會遇到一個比較 有威力的低壓的襲擊 這是比較確定的 另外台灣來說的話 就要看這個冷空氣 南下的這個走向 如果呢他直接沖下來的話 那台灣呢也會遇到 比最近還要 太強的這個冷空氣的襲擊 不過現在來看的話 這兩個因素會連動相關 所以未來如何 還有一些變速 所以 也特別提醒大家 過年期間 因為過年有六七天 所以這樣一個禮拜 一波的速度的話 其實過年很有機會會遇到一波 冷空氣的襲擊 剛剛那個是氣流圖 現在這個就是溫度圖 你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這幾天真的是比較低溫 白天回溫也比較有限 最近的冷空氣就是集中在這個 日本這邊 這個是北海道 你看都是負十幾度 這個很冷很冷 未來這個下個禮拜 日本是西部 關西這邊的下雪是一個重點 這邊可能我們印象相當的大 那下一個重點就是到了禮拜 五禮拜六 對台灣有一些影響 不過都很快就過去 台灣在冷空氣的邊緣 但是 就是各位關注的過年期間 以現在各種的這個預測 還有一點分析點 但是大致上 可能有一股冷空氣會明顯下來 這是一個趨勢 那以現在趨勢來看的話 各位可以看得清楚這個溫度到時候的變化 你看這個是到了二十四六 小年夜到禮拜五除夕的時候 還不會有降 然後預期呢 你看 到了這個 初一 初二的時候 預計冷空氣會再下來了 所以這個預計呢 有一道這個冷空氣 如果照這樣走 有一個很大的變化的話 當然啊 日本是冷的 台灣呢也會監禁 相對的 不低的溫度 所以請大家呢 今年過年的天氣 目前來看的話 是有一點可能會遭遇到一波的襲擊 那一波 是強是弱 還有待觀察 各位呢可能還是要有些心理準備 因為如果是這樣的話 就是會還是有一點冷 請大家留意的 所以不要說 今天就暖冬一下就定論了 暖冬裡面還是會冷的 我們給大家看一下這個雨量的部分 這幾天東北角 還是有一些短暫的雨勢 但是大致上西半部轉勤回溫當中 然後明天的天氣呢 跟今天有點類似 但是雨勢會比今天好一點點 集中在東北角 還有這個迎風面的這個東部 那其他各地呢 西半部要留意低溫 這個溫度呢 對北部14到18 還好 對北部台北人 可是對中南部的人 可能就覺得有點冷了 要注意一下 中南部的朋友 要留意一下 那中南部呢 空氣品質還是稍微有點不差 一點點是敏感族群是不健康等級 我們最後給大家一點建議喔 冷空氣南下持續的低溫 中南部要留意空氣品質比較差 下週二開始就回溫轉勤 下週五六另外一波 冷空氣接近 以這個速度一個禮拜一波 過年大概會遭遇到一波的影響 所以現在強度來看的話 有可能會比較低 但是問題是說還不到說 非常非常冷的這個 情境啦 所以請大家呢 該冷 像最近這樣冷過年的情境 各位就可以先做準備了 大致上呢 類似這樣的 樣子的上下左右而已 所以這其實 請大家呢要稍微準備一下 該有的準備還是要準備的